今天雨姐又带你磕糖了 近日近神罗芸汐做客李佳琪直播间 本以为会是一场暗部就班的带货讲解 结果现场 巴士得板 雄气不断 直播间秒变爆笑四川化小磕糖 直播刚开始 两人看上去还不太熟络比较拘谨 李佳琪率先门场说 罗芸汐有个昵称叫 罗 芸汐 因为嗓门 比较大 罗芸汐则不好意思地笑道 本来觉得自己声音比较大 结果见到你 感觉自己有些中气不足 李佳琪随即道自己是 人间索娜 今天就是人间索娜与人间锣鼓的碰撞 然后真的就递给了罗芸汐 一个锣自己拿起了一个索娜 场面真的很搞笑 虽然是在李佳琪的直播间 可是罗芸汐已经完全控场 仿佛这就是他的主场 还有网友调侃说 罗老师 讲四川话 初代魔神也要让到一边 罗芸汐又讲了一段他 跟这个老同学小姐姐的去世 他说他们认识在一个高考复习班 一直没怎么说过话 有一天坐在后面的他 突然一直拿笔戳他后背 戳得他很烦 他就回过头去 奶胸奶胸的 对着人家小姐姐用成都话说了句 你沼子吗 你是不是喜欢我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青春偶像剧的情节 还有罗叔叔 你是不是太自恋了 可白露在片场也是互标四川话 毕时的他称呼他为妖门 他用流利的四川话称呼他为 罗芸汐 一个江苏常州人 不会说自己的家乡话 就会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 白露是不是也太明显了呢 我所有的偏爱只给你 在2022年4月拍完戏后 罗芸汐在7月份就突然戴上了 L的项链 当时被问这个字母项链的含义 罗芸汐当下的表情很耐人寻味 明显有一点心慌了 很快 他就反应过来 自己的名字也带有 L 我的姓氏 你的名字 这不就是最好的示爱的方式了吗 白露曾经说过想休息 希望能够去一趟大理 过后 罗芸汐就晒出了去大理旅游的照片 这个真的只是巧合吗 罗芸汐最新晒出的一日三餐中 信息量也非常大 作为一个吃辣达人 罗芸汐自爆一辈子都不会借辣 除非有共同生活的目标 罗芸汐晒出的午餐中 清一色都是清淡饮食 没有一丁点的辣椒 最关键的还有香菇炒青菜 作为成都人 应该不会大吃这样的菜式 这个菜式在江苏倒是常见 所以 罗芸汐极有可能是为了白露 在改变自己的饮食方式 在最新的发布会和访谈中 罗芸汐和白露的距离越来越近 左手拇指在白露的手上一直磨装 一点都不像是那个绅士有分寸感的男人 他的身体总是不自觉地靠近白露 在访谈中 罗芸汐一时嘴快说了 我们回 话音刚漏 他自觉说漏嘴 立马改口 脸上都有一点红了 闪过一秒的慌张 在戏里的花絮中 罗芸汐对白露百般照顾 连世戏中的吻戏 两个人都亲自上演了 导演可没规定 世戏一定要真亲呀 看来 两个人是情难自禁 这还不是第一次了 在最新的访谈中 罗芸汐和白露凑得非常紧 还用手拇指摩擦着白露的肩膀 手臂贴着白露的胸 这不就是真正的情侣才有的模样吗 罗芸汐对另一半的择偶标准公开了 首先是外貌上是要长发 比自己年龄小 几次投缘 两个人要有说不完的话 再次找一个会玩游戏的女朋友 因为罗芸汐曾经因为沉迷游戏 哥前任女友分手 所以他想找一个会玩游戏的女朋友 而白露刚好也会玩游戏 说到这里就很有意思 白露曾经是不喜欢网游的人 后来也是和罗芸汐合作后 才开始玩游戏的 这就是典型的爱你所爱 这样无心之中增加了两个人的契合点 第四 找一个一起成长互相包容的另一半 罗芸汐的四个择偶标准 不就是照着白露说的吗 两个人相差六岁 能够一起玩游戏 还非常投缘也有话说 白露和罗芸汐也算是一起成长起来的 两个人如今都是一线演员了 在顶峰相遇的感觉稳如泰山 罗芸汐自曝白露是一个善良 无拘无束 随性的女子 却没有任何的缺点 除了嗓门大 善良 是白露最大的闪光点 她的确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演员 曾经的工作人员 也自曝白露曾经打钱给她去上心理课 在跑男中 白露看到宋女妻的头发 斩连着名牌 她都不忍心撕掉 善良的女人是最可爱的 她的善良 一直都被罗芸汐看在眼里 白露也在最新的综艺节目中 官宣自己是单身 很多网友喊话张灵赫嚷嚷罗芸汐 毕竟她都35岁了 其实张灵赫纯属指示通事 她连入场券都没有 白露并不喜欢张灵赫 两个人吵CP也只是为了工作需要 白露真正心中最爱的人就是罗芸汐 在白露被网爆的那一段时间 罗芸汐还罕见唱了白露最喜欢的歌 还发了一段多年不曾跳的芭蕾舞视频来鼓励她 这就是罗芸汐暗戳戳的在护期 白露和罗芸汐能否三搭 作为老板的余政放话 看缘分 她并没有把话说死 两个人如今都是一线大咖了 要合作的话 肯定要看剧本 如果三搭 罗芸汐和白露极有可能 挥走罗靖和唐嫣的路线 从白老师 陆露到妖门 再到小宝贝 这不就是妥妥的偶像剧吗 罗芸汐的原生家庭非常幸福 父亲是舞蹈老师 所以一直都是她生命中的启蒙老师 罗芸汐也获得了最高荣誉和花奖 这一切和爸爸有分不开的关系 父母也非常开明 对儿子满满的爱和包容 从来不给儿子任何的压力 同样 白露的原生家庭也非常幸福 白露在公开场合说过 自己的父亲是高铁工人 从来都敢正视自己的家庭 丝毫不担心被看不起 当时白露在高铁上 说自己的父亲的职业时候 杨颖 乔欣和张冰冰等人一脸的不屑 如今看来白露的人品 真的犹豫他们太多了 白露和罗芸汐的原生家庭 都非常的幸福 而且都是独生子女 可以想象到 白露如果嫁给罗芸汐 他会有多么受宠 罗芸汐公开希望 50岁的时候就退休 回到成都生活 他最羡慕的就是 父母目前的生活 没事旅旅游 过安逸的生活 罗芸汐是一个 懂得规划的男人 如今他并没有因为 大红大紫而摆架子 反而在剧组专心拍戏 白露也非常努力地 打拼自己的事业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她可以选择休息 却不用把大好的时间 拿去休息 她想多拍几部好的作品 白露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 她不希望靠男人 希望自己能够在各方面 都能匹配得上罗芸汐 我如果爱你 绝不当攀缘的灵霄花 接你的高知炫耀自己 而是你近旁的一颗木棉 跟静卧在地下 夜相处在云里 这才是最健康的爱情 罗芸汐曾说过 其实很难能够遇到一个 自己又喜欢又能契合的人 如今遇到了 罗芸汐你要抓紧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